嘿大家好我是艾妹 今天要跟大家球精球學 当一个球队明星球员超过三位时 我们称之为Superteam Superteam的行程有很多 多数都靠史诗级的交易 然而在NBA历史中的Superteam 少数成功夺冠 多数被其他球队当成笑话 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例如2013到2014年的篮网队 篮网队在2008年选秀 选了Brooke Lopez 在2010年跟Darren Williams签约 在2012年交易得到Joe Johnson 然而在2013年 篮网队将球队几乎所有选秀签 跟绿越球员跟赛尔迪克交易 得到Paul Pierce KG Jason Terry 篮网一时风光 宛如当年获得KD的勇士队 但是在球赛结束后 他们当年球队战绩 却比前一年还差 前一季战绩为49胜33败 交易后战绩为44胜38败 确实他们交易得到 两位名人堂级别的球员后 感觉篮网队有机会做出特别的事情 可惜Pierce跟KG分别为36跟37岁 无法扛起球队 Lopez在2013球迹健康的时候 成为防守主将 但是其他球员进攻时一直没有方向 感觉像是五位明星球员个别打球 没有团队默契 篮网打经季后赛后 第一轮起展勉强打赢暴龙队 第二轮4比1输给LeBron带赢的乐火队 之后KG马上被交易指挥狼队 Pierce跟巫师队签约 结束了充满闹剧的遗迹 不过以现在篮网队的状况来说 可以说他们球队管理进步不少 另一支失败的Superteam就是2012-13的狐人队 交易完成的时候感觉这支球队就跟2013-2014的篮网队一样 也像是当年获得KD的勇士队一般 但是他们最后失败了 狐人前一年被NBA赢了中止了CP3的交易 导致球队成员发脾气 造成狐人季后赛瞬间被淘汰 所以下一季胡人被迫赶紧交易 得到Nash跟Howard来跟Kobe、Gasso跟WorldPS组队 这球队一开始的时候 确实有像勇士队获得KD的感觉 Howard是在巅峰之年的中锋 而Nash没多久前才在太阳队拿了MVP 但是这组合有说不完的问题 Kobe跟Howard个性完全不合 Howard暑假才刚完成被捕手术 Howard跟Nash球季中不停的受伤 球队一开始战绩非常差 15胜2100 球季快结束的时候战绩仍然没有变好 Kobe用尽各种方式 试图让球队进入季后赛 当时34岁的Kobe 场均上场快39分钟 在连续7场比赛 上场超过40分钟后 Kobe身体终于撑不下去了 在季后赛开始前 左脚阿基里斯箭断裂 最后Howard变成球队主力 试图带领球队在季后赛竞争 可惜第一轮碰到马刺 被4比0很少 球季结束后 Nash发觉自己不是从前的球员了 选择退球 Kobe受伤之后伸手不在 World Peace去了尼克队 而Gasso被驾驭一支公牛队 Howard去了火箭队 但这不是Kobe唯一的Super Team经验 早在2003年 虎人就组了一支Super Team 而如果你觉得凯迪加勇士很丢脸的话 Carlo Malone跟Gary Patton更是丢脸 Malone跟Patton篮球生涯 因为Michael Jordan的关系 无缘冠军戒指 所以两位决定在退休之前 加入已经三连霸的 胡人OK组合 轻轻松松的拿一座冠军 话谁这么说 这两位40岁跟35岁的球员 还是有所贡献 尤其是关键时刻 他们经验丰富 球队最后以联盟第三进入季后赛 在季后赛也顺利打进冠军赛 这球队看起来一时无敌 可惜在冠军赛4比1输给火赛队 虽然这球队看起来像Super Team 但球队在冠军赛的表现一点也不Super 包含Malone跟Patton 球队除了Sheck跟Kobe之外 在冠军赛没有人场均7分以上 而同样的事情呢 也发生在1996年的火箭队 这时Michael Jordan刚退休 Hakim在1994年带领火箭夺冠 Drexler在1995年暑假加入火箭 火箭也成功在1996年未免冠军 之后在96到97赛季初 34岁的Barkley也加入了火箭 一开始看起来真的很不错 火箭有了三巨头 也有22胜2败的好战绩 但是后来Barkley跟Drexler接连受伤 球队战绩最后为57胜 25败 代表Hakim在季后赛得一直独秀 可惜遇到了Starkton跟Marone的爵士队 火箭跟Hakim不是对手 这一年也是火箭最后夺冠的机会 因为之后这三位球员实力不在 夺冠希望越来越渺茫 所以伤病伤害了不少Super Team 但是没有伤害雷霆队的Super Team 这支球队拥有三位未来MVP等级的球员 跟一位防守顶阶的中锋 这支Super Team的失败不能说是球员的原因 这四位球员在生涯初期20岁初的时候 在一起三年而已 而且成功打进冠军赛 我敢说他们失败的原因是因为 球队经理跟教练的问题 他们运用Harden的方式错误 Harden被当成第六人运用 而他被交易走后 隔年却可以场均26分 我强烈认为Harden在雷霆应该打先发空位 而Westbrook该从板凳出发 为板凳带来能量 从NBA历史来看 2012年的雷霆应该是NBA最可惜的一支球队 他们太年轻被拆散了 另一支太年轻就被拆散的Super Team 就是1995年的魔术队 他们除了有年轻的Sheik之外 还有一分钱Penny Hardaway Nick Anderson Donald Royal 跟生涯巅峰年的Horace Grant 跟Danny Scott 他们球队有三分 有中锋 有中距离 场上所有位置都有很不错的球员 也是Sheik在魔术队的最强球队 球队战绩为57胜25败 他们在季后赛成功淘汰Michael Jordan的公牛队 打败Reggie Miller代理的六马队 打进冠军赛 球队一时风光 但是有个缺点害了他们 那就是缺乏经验 而他们的对手火箭队 虽然球队成员没有比他们强 但是经验丰富 所以经验比较丰富的火箭队 4比0很少魔术队 还可以完全打爆Sheik 而隔年魔术队虽然战绩更好 季后赛却被公牛队很少 魔术队的夺冠机会也随之消失 这只年轻的Super Team也随之挖戒 而下一只我要讲的Super Team 就是号称空阶之城的快艇 我知道这只球队当时没有被当成Super Team 但是仔细想想 他们有生涯巅峰年的第一空位 NBA第二强的大前锋 防守进攻坚矩的中锋 名人堂级别的教练 NBA最佳第六人 还有不错的三分射手 这是相当豪华的阵容 但是他们季后赛却无法通过第二轮 我知道这球队可能打不到冠军赛 但是就连西区冠军赛都没打过 真的是相当可惜 另一只也是相当可惜的Super Team 就是2002年的国王队 这只国王队 看称史上进攻最华丽的球队之一 在胡人三连霸期间 国王队阵容开起来更完整更华丽 他们在2001-2002年 取得了61胜21贯的战绩 排在联盟第一 可惜在充满争议的西区决赛中 3-4败给胡人OK组合 无缘进军总决赛 我认为如果当时裁判公平公正的话 他们会打败胡人 进入冠军赛再打一篮网 得到国王队队时首冠 而2015-2016年的勇士队 先说他们不是只失败的Super Team 但是这一个球技对他们来说是失败的 在2015年勇士队成功夺冠 Curry拿到第一座MVP 其他球员更是突飞猛进 而隔一年Curry成为第一位全票MVP 他们占绩为历史最佳 73胜9败 在冠军赛遇上骑士队 勇士队的胜率极高 但是却在第七战输给骑士 所以在这一球季 我才认为勇士是失败的Super Team 而最后一直跟2015-2016的勇士 有相同失败经验的是 2007年的独行侠 他们常规赛战绩是NBA最好的几个 60胜22败 他们球队阵容有Dirk Jason Terry George Howard Jerry Stackhouse 他们成功打进冠军赛 可惜在冠军赛被Wade带领了热火队逆转 但是隔年他们想要复仇 球队阵容维持一样 战绩来到67胜15败 Dirk拿到MVP 独行侠一时风光 在球队没有任何一位球员受伤的状况下 他们却在季后赛第一轮 被第八种子的勇士队打败 说真的我想不到比这支球队更丢脸的球队了 但也请你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你觉得哪一支Super Team最失败 那么今天的影片先到这边吧 假如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不妨按个喜欢跟订阅的按钮 我还有非常多正在准备的NBA故事 所以就不要错过 那我是艾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